鴨肉馈喷汁 大切成块 面线当地再来上热乎乎的当归汤 口感多层次 中药香 肉香扑鼻 云里土库老店飘香70个年头 要让汤头浓郁 关键就在这一包 中药包连同鸭骨高汤熬煮4个钟头 但业者说里头的中药材 尤其是当归 长到不行 每次来听都听到他 要再去啊 要再去啊 的确 当归价格光是今年从年初 每台金260涨到700元 涨幅300% 另外汤头会用到的手地 也从疫情前每台金130涨到280 药材大多由对岸进口 由于天气异常加上夏天高温 导致减产连带影响 让胡伟这间当归鸭鸣店也坦言 年后恐怕也要涨 我们第一个星期待会吸引 没有办法要过完这个年后 真的要掌握 随着中药材飙涨 天冷想喝上这一碗热乎乎的 当归鸭汤 民众恐怕得从口袋里 多掏点钱 记者 廖文辩连连 兵无彭心 云林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